OK,我們回來 是在這裡 敬佞地人家 不要 disp討論你的身份 您您是宅曰 您是您 您也忘記了哪兒 委員 我和其他軍隊 他們現在不是來 交換了一陣子的執筆 不然怎麼不派人來 了解 好我现在先暂停一下暂停一下他这个因为等我还有剧情 可能声音还稍微有点小但是差不多吧 我怕调大了到时候不好处理 就我的声音就就怎么说就被盖过去了 因为等下玩游戏的时候游戏里面这些声音他现在分的还没有那么细 动画和游戏声音是一样的 刚刚意思就是我们卡尔阳指挥官要去执行救援任务 他就找这个战斗工兵也就是我们这个Sergeant Hardwood 还是和什么来着我刚忘记名字 就是这个应该叫哈德森中士霍德森中士霍德森或者哈德森忘记了 找他他是这个战斗工兵的这个指挥官啊 然后意思就是说要找一点步兵嘛 就配合他们配合坦克去去救去去执行这个任务 然后这个卡尔阳是个中卫但是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 应该就是说新来就是说没有什么很多战斗经验的中卫啊 总之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多实战经验的中卫 然后我们然后这个战斗工兵这边的这个老大这个boss这个战斗工兵这个这个负责的或者队长 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步兵啊 然后就是战斗工兵这边他就不太满意啊 不太就是不满这个上级派派卡尔阳来指挥他们 就说这个感觉就没什么战斗经验指挥他们就把这那就是去送死 就就反正就很不满很明显的表现出不满啊 就是言语上面就有抗拒 然后卡尔阳就说我既然来了对吧 那你就得听我命令啊 那我说什么就什么就一开始就是部队就不合了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继续 德军在这个路口布了很多这个就是砍伐了一些数目和 然后布置了一些坦克陷阱啊坦克障碍就是阻阻阻挡我们前进 这个是我们那个卡尔阳的那个坐车 德军就啊就好我的好我的好我的总是好我的总是 就说那个前面德军布置了一些路障 然后这个阳啊阳他就或者卡尔吧 他就命令我们这个战斗工兵部队啊去前面就是侦查一下对吧 看是不是有这个埋伏或者地雷之类的 这边战斗工兵这边说行那我就去给侦查你别挡到 don't get in my way 好让我们看我们的部队我们部队我先编个队吧 他这边编队这个游戏挺奇怪是用surf的还不是用control可能是原因因为control是战争战争之人系列里面直接控制的这个快捷键吧一直以来 他用的是surf的123就是用来编队 我们编三个队啊我们这边是四辆坦克是队友的坦克 一辆这个76馒头然后三辆这个短管的75馒头 然后我们有12名步兵啊一开始给我们12名步兵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有这个游戏兵这个呃巴祖卡反坦克手啊是M1A1啊也就是说他只有这个呃 多少英尺来的多少毫米反正没超过100M1A1的口径呃 呃我记得好像是不大的反正是一个比较小口径的比较差啊后面美军都用了M6A1或者M9A1 就M1A1巴祖卡反正是 啊对M6A1Rocket和巴祖卡M1A1 呃他使用的是M1A1我记得反正口径应该不大的 就没有不是那个100多少毫米来的没过100小口径 完了一把这个BAR啊他有信息吗啊他显示不没有不显示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信息显示啊 啊没有也不显示这个武器信息那行吧有一把BAR然后这边有一个机枪班的这个副射手啊 我们点一下他副射手他应该是帮忙背了一些机枪弹药呃巴祖卡的话他好像就没有副射手他就是一个人背了所有弹药他他边上这个步兵也没有什么别的 这是一名普通步兵啊就是第一辆坦克上面的人第二辆坦克这边有几名这个这个战斗工兵啊或者说老练的工兵啊 有几个老练的工兵啊很有意思啊老练的工兵使用的是这个M1928这种呃弹鼓啊或者说弹盘的这种汤姆森看没有这种弹鼓的这种汤姆森啊呃我不太确定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美军是不是还在用弹鼓的汤姆森啊美国陆军啊 我不说海军轮战队海军轮战队确实是在呃瓜岛战役的时候瓜大卡罗尔尔岛战役的时候都在使用这种呃弹鼓汤姆森啊但是之后反正是全部都换掉了我不太确定美军是否在罗曼底登陆还会有因为你说如果在北非也许会有但是到意大利战役特别是到这个到了罗曼底14年应该我觉得是没有了因为弹鼓汤姆森的问题是一个是很重 非常重不灵活然后更换弹侠更换他的弹侠也比较麻烦因为他很重但弹鼓也很重然后他这个弹鼓的问题就是他容易变形就啊他容易碰撞变形变形以后他的弓弹就会受阻所以他并没有其实弹鼓在至少在二战时期现在可能因为技术先进来可能会好一点了二战时期的话弹鼓弓弓弹其实并没有弹侠弓弹那么呃就是没有弹侠那么好啊 基本上你看也就苏联是使用的波波杀是用的弹鼓但是实际上到了后期苏军他有纪念的老兵他也只会携带一到两个弹鼓呃装在枪上然后身上背的都是弹侠就是说他只就是考虑第一轮火力输出的时候用个弹鼓打完直接就扔掉弹鼓就扔掉就就不存了因为他就很重携带不方便完了以后也很容易导致攻弹受阻之类的就最后还是很 用三十五发弹侠弹侠弹侠还是可靠一些 好然后还一兵普通步枪兵普通步枪兵不看这边的话也是一名这这边是呃不是弓兵了我们只要三名弓兵啊这边这个冲锋枪是普通的步兵的冲锋枪看来他是这个M1A1汤姆森就是用了这个弹侠弓弹三十发弹侠 啊不强兵不说了就加兰德嘛然后还有这个square的排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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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面ok 好我们要三班部队那么对吧一二三已经编好队了首先我们把这个第一班部队啊他这个有战争之类还是跟之前一样他有这个就是掩体的这个预览的虽然说这一带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很多地方他不显示掩体啊不知道为什么啊不管了我们先这样我们把一般一我们先暂停一下对吧把一般的部队放到这边山上来就是看住他的这边这个方向我们 我们最好可以散开一点 看一下啊啊这样ok然后把我们这个三班的部队三班的部队放到这边这个山上来 他这个目前还是在测试版有些不好比如说他这个掩体啊就是你在暂停模式下他有时候显示不完全 显示不完全 显示不完全然后我们的二二班也就是这个有三名战斗工兵的这个班我们就让他去扫雷啊当然我们可以先 我们可以先还是先看有没有掩体可以找找点掩体之类的 让他们去让他们去也不叫扫雷也可以叫扫雷或者说让他们去侦查啊其实是扫雷因为我已经玩过了这里面是这里面是有雷的 让他们在这边先等一点这个游戏其实也许是我的这个没太搞清楚我觉得他应该要增加一个命令啊就是自动寻找掩体就说你像这种大平原对吧我有时候不太对吧这边是有掩体对吧你看这也是有掩体但是 你为什么要过去哎你他他们这个有人到处乱跑 对吧然后 你看他们这种就是 到处乱跑完了以后 有些地方我掩体我自己看可能看不过来或者看不仔细我需要他这个字取去寻找掩体但是好像没有这个快捷命令啊 就没有这个快捷命令去寻找掩体 啊不管我们先这个过来然后 呃 这些不对我们先让开我们只需要一个兵就行了让他切换到这个扫雷器啊 然后让他往前走一走探一探雷 啊这边就看到有雷了 他说 他说这个然后这边是这样这个啊 找到了很多这个地雷啊然后说是这个如果要清理的话那需要可能要需要一整天才能把这些雷清理干净 啊 虽然游戏里面排雷是很快了但是这是剧情设定 然后另外一名这个坦克的一个车长啊不是我们这个卡尔阳是另外一个车长刚刚就叫做我们看一下历史记录吧 是叫这个 呃 托尼Bridge啊这个桥啊Bridge 呃Bridge中士他就说这个这是最短的道路啊就是说就开始骂娘了 比如说这个就刚刚这个Bridge中士他就说如果我们这个呃一直被卡在这个地方他说那个那个呃 村庄里面的那个友军啊就都会要灭都会要都会要死完了都会要被打完了 然后他就一个人开着坦克就冲出去这一段剧情因为他是这个测试吧他这个语音和这个动画没有衔接的好啊 那我就所以提前说我就我我我说的就是他很之后会说的话就他不顾这个指挥官的劝阻啊他就直接开着车就就直接去找新的路去了 就没有听这个卡尔阳的命就是没有 你看刚刚那个已经已经那个记录没了我先暂停一下因为他这个地方动画和这个云刚说的衔接不好他说这个卡尔阳这个 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卫吧我就直接说中卫吧中卫就说没错啊你这个车长你这个Bridge中士你说的没错 对吧我们要找一条新的路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这些步兵啊我刚刚那个12个步兵要步兵先上去探探路对吧然后坦克再从后面走啊就 避免这个有埋伏毕竟你看主路是他有有这个路障有地雷那显然就是说不想让你走想让你找别的路那么 那么作为防守方他肯定会正常来说会在其他路上设上埋伏啊对吧因为我主路给你堵住了那你清理如果你要清理主路那你就需要时间那你如果找其他路那么 那么我就可以在其他路上设服吗 他说这个他就说这个就Bridge就说去你妈的就我如我们如果这个呃怎么说就是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就是稳打稳扎的话那我们这个村庄里的那些人都要死了就特别这个Bridge中士就很心急啊一心想要去救人啊对吧但是 说句实话对啊在在场上面对吧嗯完成任务确实是很重要但是你也不能操之过急对吧你这个操之过急的下场是呃不仅没有完成任务你自己的命也没了啊 你看这叫一门派克啊因为这个德军的翻坦克炮然后一炮就把这个 你看刚刚这个这个这个闲见没闲见好对吧坦克都已经炸了他这边才语言才过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机械室也就是说 那么看你个机械室实际上就是说driver我这个地方他也可能是语音或者翻译的问题吧他就是让这个呃呃驾驶员啊他要命令他这个全速向前开啊就是刚刚那段动画对吧全速向前开 然后这个对吧就中卫就就就就就就就要他取消这个命令嘛说他别动啊不要不要这么急着往那边走 然后对吧就是这个下场就是这个下场 所以他这个衔接有点没衔接好啊毕竟还是测试吧 啊我们把人赶回来吧 他说这个就呼叫一下这个bridge的他已经死了所以应该配合刚刚那个动画来看的要说从现在开始啊所有人都要听 听他的命令要听这个卡尔明卡尔阳的命令对吧因为发因为他应该是一个新就是虽然是中卫但是是刚上战场不久的可能刚从军校出来不久的从坦克学校出来不久的 就是怎么说就不服众吧大家都就不想听他的啊就命令我们这个哈尔文我们这些步兵啊就哈尔文这个 命令我们这些步兵的这个指挥官哈尔文说要我们这个呃人烟雾弹然后清理掉这个德军的这个防御阵地然后坦克呆在这个呃就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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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碍的后面啊就这一块然后等我们清理完阵地再过去啊 我把不对不应先掉过来 我把不对不应先掉过来 他这个没有一个自动找掩体的 我觉得还是不太 这个红圈是他的射程啊 这个还是比较好 他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不叫射程吧 应该是他技能的 他的那个技能的那个范围 就是投雷啊 这种手楼弹之类的范围 都就位了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 因为我玩过这一关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 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一班啊 也叫做支援班 有这个支援武器的班 你这个能不能 他这个怎么说 还是测试吧 他这个有点 暂停模式会显示不出来 这个完整的 让他们站起来 这一班也是 站起来 OK 这班部队先从这儿走 我们现在先说战术啊 就是我们要去端掉这儿 对吧 这儿明显这儿有个炮 指着这边 这里还有一名士兵 后面不知道有没有东西 我先说不知道吧 虽然我已经玩过了 一班这班部队有机枪和这个火箭筒的 从这边输从从这儿 到这一块 然后三班这个步枪有步枪兵比较多的啊 走走这边 沿这边到这一块 然后冲锋枪坐这个工兵的这个班啊 直接从正面冲到这里 完了以后呢 计划是这样的 就是一班使用他不设BAR自动步枪嘛 还有从这儿用火力啊 吸引就是压制敌方 或者说吸引对方注意 然后这里两班步兵直接丢烟 把这里封住 同时一班啊 三班的步兵啊 从从这边绕到绕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有烟雾的这个掩护绕到这个侧椅 完了二班从正面往上进攻啊 就大概是这个这个样子啊 等一下我的这些士兵先到这边来 这个一班的部队先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以后 坦克就会开始行动 然后我们接着这个坦克的掩护 坦克他大概会行动 前出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二班来到这三班到这一班从这边过去 一般从从这个树从这过去 找一个好 一个 他这个哎呀 掩体都都是朝 他这个方向有点 整得不太好 他这个默认的这个掩体的这个 待的这个范围有点太紧了 你看就容易被 疫情机枪全部压死之类的 我们把它放到 放到这个位置吧 他坦克会到这个地方帮我们看一下视野 你看这里能炮 这有一个兵啊 有一个兵啊 这边看已经开始交火了 这后面还有步兵 你看这边后面还有步兵 啊坦克会到这个位置来掩护我们 但是他不会过来啊 他不会过这个 这边了 OK这边一二三二三班都就位了 那么一般我们 往这走 OK一般这边线不要动就就在在这个地方差不多了 不要再继续动了 因为他这边一般是没有烟雾弹的 他们从侧翼就是 如果敌人想从这边往这边增援的话 这边应该是能打到的 我们先看一眼 我们先取下暂停 我们用这个直接直接指挥模式看一眼 你看这个路啊 这个地方被已经被封锁到了 OK 完了以后我们的二班啊 二班向这边打烟 好 然后三班 三班向 向向这里打烟 这边已经开始焦火了 你们那边是这个是不强兵 已经开始焦火了 OK烟雾起来了 这样三班步兵从这个烟雾这边绕过去 绕到 看一下啊 要到这个侧一栏 OK 然后我们的二班 二班趁这个烟雾 我们直接进到这个里面去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些地方是可以进人的 直接进到这个里面去 嗯 等一下 你们 你们你们你们他们往往走草里面 别走外面啊 不要命 嗯 OK 这个点掉啊 这后面这里还挺这个机枪啊 这还挺机枪 不过我们把炮已经干掉了 所以剩下的交给我们坦克就行了 坦克直接会开上去的 这机枪还不跑吗 还不跑 我可死战不退啊 这就是下场 你不跑就这个下场 好 然后我们要继续向年推进了啊 这个步兵跟上跟上坦克啊 跟上坦克 我们步兵就是在坦克的这个四周 这个灌木丛里面啊 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没有的话就站这儿了 OK坦克停下来了啊 说明前面可能有敌人 要我们还是让我们先上啊 我们先不管我们先步兵就位再说 这样的话就是等步兵就位以后 平行推进啊 这个一一一班到这个位置 二班到这个位置 三班的话到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掩体啊 感觉很尴尬 这样 这儿其实有点掩体啊 但是他他这个掩体方向都不太对啊 你看 我们到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可以 他去这个位置 然后这班步兵的话到 他这个掩体都很操弹 你看他这个掩体系统 真的很操弹 方向不对 他这个掩体系统 他到这儿了 然后这班士兵他们到 到这个位置 他敌人有一个装甲车要过来了 这边你看 敌人还有一个防御阵底 看到没有 这里还有一些步兵 没关系 我们正好从彻翼彻翼接近他 他第一次说 就说这个 不要慌啊 这个要我们先把这个炮兵干掉 对吧 先把这个 炮兵和反坎克步兵干掉 然后他们就会来解决这个装甲车 ok 干掉以后 我发现敌人你看有一辆222从正面冲过来了 那么我们的步兵向后撤退 要要那个坦克去料理他们 步兵赶紧往后撤 不是你还不车 你还不跳车 还不跑 哇 真的有 哇 你还一炮没打中 兄弟行不行 这下行 这下行 ok 打掉了以后 有步兵跳车了 我们直接要我们的步兵上去解决他们 步兵重新回到这个之前的位置 去解决掉敌人跳车的一些 比如说装甲冰水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跳车还要往前冲 他不跑 之前我们那个位置挺好的 在这儿 在这儿 不需要了 他直接用炮打掉了 行 行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嗯 还有敌人啊 在这儿有敌人 有一些少量步兵 让我们坦克支援就行 ok 打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三三三三班从这个树重往前面进攻 一班从这个树重往这边进攻 然后二班的话 我们先在这边观察情况 当这两边树清以后 我们二班首先先去检查这个阵地 然后之后直接冲过去 三班这个 呃 先到这儿了 然后一班的话我们到一个 最好是啊 到这儿到一个进攻处 找一个进攻处方阵地 他们再换子弹 我们这个 二班先占领这个防御阵地 然后 开眼啊 这个地方能不能容下四个人啊 我总觉得他这个 啊 三班往这边走 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爬呢 你走路不好吗 啊前面看到敌人了 有一个拉NP4的敌人 啊这边先不管这边先 呃我们把这班部队向前推进 啊打死了啊这边还有击刷的其实 打掉了 差不多这边一般对吧要往前推进一点 最好是齐头并进 啊这个步兵上面有一个叶子表示它是一个就是隐隐蔽状态就是 呃对面比较难发现它 就是在说 基本上就是一所在树丛里面的意思 哦我们这个这班部队 到这儿了 前面这又看到敌人了在哪儿哎有一个红点 哦在这儿这边有一些德军士兵啊在树林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把步兵放到 它这个暂停模式下面其实我还挺不好安排我的步兵放到哪里呢不太好放这个人的位置 放到这儿来吧然后 啊这个二班我们直接向前推进到 比如说这个位置 好看到敌人有一辆这个SPG有一个这个 呃黄鼠狼2啊马德2型黄鼠狼2型这个坦克建议车 它这个是使用的是这个 呃苏制的这个GS3的这个76.2毫米反坦克炮 啊它叫做派克36嘛派克36 德军缴获以后叫派克36R是吧派克36R对 这是苏俊的跑 少量步兵在这儿啊没看 先不急啊这边是有一些步兵但是先不急我们现在对付掉这辆坦克建议车否则我们的谢尔曼开不过去 那么这里是这样 呃 这边我们就先不动了这边 这个是图标bug这个是测试版的一个bug之一就是 扫雷工兵在使用了扫雷器以后再换回主武器他虽然使用的是主武器啊汤姆森 他打就是交火的时候也是会正常开火但是他图标是一个扫雷器的图标啊就是个bug 在趴下的时候啊站起来不会你看一下他站起来是不会的 我们看一下 你看站起来是不会的 但是他趴下就就会变成扫雷器这是一个他的bug 啊他现在是蹲下蹲下也不会 行啊这两班步兵放在这儿是防止敌方这些步兵想过来冲 然后我们 干掉接近车的任务留给这个这一班部队啊这一班部队我们首先这样让他们先全部趴下 然后 选择这个 不自动开火 然后我们分成两拨人啊这个 步枪兵和 火箭筒一对 完了以后这个机枪和这个 复射手一对啊 他们俩现在在蹲一下 这两班士兵我们要一路爬到 爬到那个 冠木冲里去 他这个前面是有一挺这个 mg34到一挺机枪的所以还需要小心不要 不要被发现 爬到这个里面去 差不多了 这两个这两班士兵也开始爬 机枪班也开始爬 爬过去一路 他就没发现我们 你这个步枪怎么挂到啊这个穿模啊我也行吧就这样吧 是这样的这个穿模没有办法明明有凳子可以做 还是要穿模 马德2其实产量比较少没有马德3那么多 不知道为什么他选择马德2 好 这两班部队我们 从机枪到这个位置 等一下等我们的机枪爬过来 呃我们的想法就是对吧机枪的这个地方 看这里 等我们火箭筒一旦把这个车 拆掉以后如果有跳车的就机枪打 然后火箭筒就赶紧跑回来 然后这边的话如果他们过来增援的话我就这边步兵在这已经 封锁到了封锁掉了这个这个地方 选个位置啊这个 这个这个掩体确实我觉得有点难办 OK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自动步枪啊他这个能不能自己打呢 啊好的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没有没有问题啊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啊不枪兵在这个位置 或者我们可以到到这了 好我们现在直接控制火箭筒 让他跑到这个侧翼啊去这 这个时候我们暂停一下 然后直接对这个 侧翼啊对吧他这个 人最多的这个地方啊 来来一方 一旦开火啊 所有步兵啊这几个步兵全部切换能自由开火模式 还要按一下 啊这一炮是 机枪手死了 驾驶员死了 然后车体穿透 呃成员震撼 对吧突然被打了一发 那没有关系我们 再打一发 OK打掉 现在人跟全死了啊我们这个火箭筒手撤回来 坦克开始移动了 坦克开始移动了 其实可以不用管这些步兵 不用管不用管我们部队直接转向正面 呃 这支部队 这支部队既然已经到这个位置了那么我们直接让他们 看一下 去这个位置 然后 这支部队 二二板二板的话让他们跑步跑过来就是 直接让他们机动到这个位置 跑过来 你们这个位置为什么 到这个位置 然后 对吧 三班我们往这边走啊准备也是 就是到到二班这个位置然后准备过去 至于 至于这些步兵的话我们有坦克在这儿用坦克来压制他们就行了 啊希望这个 呃什么 那个谁另外一个中尉 跟他一样的幸运啊 不知道为什么 那边还有一名冲锋橡皮但是 没有射箭是吗还是怎么样 啊不管了这个这班部队也开始机动向这边机动 啊 这样有这个 有冲的坦克一路向前冲锋啊冲到敌方这个一个小的检查站这个检查站呢有 有这个mg42有这个flux38防空炮还有一些普通步兵但是 没有这个对吧没有这个反坦克部队所以全部交给我们坦克来来打就行了 我们的步兵就只要你看他这个防空炮只能打打打上他击上他的这个履带 OK我们的步步兵直接直接跟上就行了啊没有别就直接 跟上就行了也不需要我们打 我们叫 怎么说就是跟上坦克的这个步伐就行了 这个 这个其实不打算做的不是很好你看步兵已经脱节了 这个设定因为说你们ai他开的太快了 这个地方又是另一个bug对吧这个机箱手已经死了你看他是一个corps一个尸体 但是他还站着的 ok然后就 然后就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部队直接 直接直接到河边啊 直接过河 我们要 就是抵达这个 扩松 精致 今天 我们 好,然後是劇情 就是我們這個坦克抵達了這個小鎮 我們只有一個電車 我們只有一個電車 我們獨木的電車 我們發生了一段時間 我們只是兩個鎮 我們要飛出 我們有很多水 我們也有明星 我們也有個關卡 我們對那些飛機 我們有參與 濮陰部 -Pan -駅長... sir the crowds are coming they'll be here in a couple of minutes alright Bishop we'll talk later, right now I'm gotta get your asses out of here we retreat across the river as soon as the bridges ease up the pressure nobody's tried to be a hero had enough of that shit today, will comply sir I'll do my best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這個 呃 简介啊这个是这样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镇上 刚刚我们说那个另外一个中尉 那个Bellock那个中尉 就是我们这个卡尔他提到这个中尉 实际上就是这个炮兵连的连长应该算是 然后但是过来以后发现连长已经被就阵亡了 这已经阵亡了 只有是这个现在是代理连长 是叫做毕索普啊 Bishop中尉啊就是刚刚这那个 怎么就是我们那个头像那个人啊 我刚刚说了嘛代理连长 他被困在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脸被困在这个镇上面两天了 然后唯一的这个无线电被子弹打坏了 他们想通过这个河流撤退啊 但是之前我们也说了嘛 来的那条路就是他们想通过这边撤退 但是这边被这个埋了雷啊 对吧就是我们刚开始这个地方 对吧这边埋了雷撤不了 然后他们想从这边走 但是他说这个cross road 就是应该是这个cross road 反正有个地方被反弹和炮看住了 反正就是说他们撤不了 撤不了 就只能顶在这儿 然后在说话的时候 正好这个就侦察兵报告说这个 不是你打仗怎么还有平民在这儿啊 这这还种田呢 不怕被打死 就侦察兵报告啊 就说这个德军马上来进攻了 对吧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 为什么说如果我玩初见的话就效果很不好 因为他只说德军来进攻没有说从哪里进攻 对吧 然后他这边的指示也很不清楚 实际上呃是这样的 德军会从这个呃整个从西面到北面到东面整个一个半包围的态势 但是河岸对面是不会来的 就是一个半包围态势向我们进攻 呃德军的主攻方向是在东北面 然后德军一个次要进攻方向是在西北面 是这样一个进攻方向 所以呃东面和东北面吧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说是主攻方向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比较明确了 对吧 因为我之前玩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以为德军会从四面八方进攻 结果你像我这种看着蓝面的部队就完全没有必要 OK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所有单位 现在这个呃坦克也归我们指挥 完了以后这个是等一下镇上的部队也会归我们指挥 然后我们看坦克的话 刚刚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对吧 就不用说了 镇上面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还有这个在主路上面有一挺这个呃 1919A4啊 这个7.62毫米的1919A4亲这个呃 虽然是轻机枪但还是用三脚架啊 一个机枪班 完了以后有一一辆这个地狱猫啊 地狱猫啊 地狱猫的话就是坦克经济车啊 但是有炮塔的坦克经济车啊 地狱猫 呃然后这个地方的图标还是吐槽一下对吧 还是用的这个SU85或者SU100就是苏联的那个坦间图标啊 非常不好我觉得最好是吧能能能用一下独立的图标我就会比较好 然后这边有一些这个拿着卡冰枪的这种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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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呃呃呃就是泡柄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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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泡或者是什么其他武器损坏了 然后就只剩下就只能当步兵打了啊 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些钢的 实际上 也可以说是钢的吧 实际上是这两辆这个 布伦的布伦弹药车的驾驶员 这个美军使用英俊的这个布伦车 确实有点奇怪 我也不知道历史上面是不是真的有过 对吧 都是拉卡冰枪 就是这种弹药车 但是弹药车也是可以用来拖拽 拖拽武器的 这两个弹药车 这个是用来等一下你撤回这些炮兵的 然后完了以后有一艇这个M5 M5应该是M5毫米 M5的这个76毫米的反坦克炮 M5对吧 没错 76毫米反坦克炮 你们炮 完了还有一个这个M2105毫米榴弹炮 这个榴弹炮挺有意思 它会自动开炮 所以不用我手操 挺好的 挺好的 M5 然后就这样吧 我们先布置一下 是这样 我按照我之前的那个方法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呃指挥坦克这个涨 这个涨 呃 排涨 坦克排涨 应该叫连涨吧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个指挥坦克 我们放到这个主路这个地方 让他来承担 就是扛伤害 承担伤害 主路这里扛一下 然后呢 呃 呃 两辆谢尔曼一辆呢 放到这个位置啊 放到这个位置啊 放到这个位置 就是协助这个反坦克炮 反坦克炮 实际上它是可以4 360度转的 所以没关系 它主要就是压制这个正面的呃 德军布饼啊 放在这个位置 或者放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啊 这个取决 不一定啊 放在这也行 呃 放在这也行啊 对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 另一辆谢尔曼 我们让他放到这个下面这个位置 需要来防止 敌人从东面的进攻 啊 地狱猫的话 就躲在这个 呃 七六炮的谢尔曼后面啊 用来做一个输出 大概是这样一个布置 呃 反正之前玩的结果就是下面这辆谢尔曼是被打了 被打掉了啊 被德军的四号吧 应该是 就是 损坏了 就是 反正打坏了 打坏了东西 打坏了炮塔 我是直接让他汽车就逃离了 对吧 因为坦克炸了 没关系啊 人人保下来就行 呃 让那些人汽车逃离了 呃 其他的没有 然后步兵稍微有些损失啊 其他的没有多少 还比较可以接受吧 我们现在先布置一下吧 呃 这辆坦克我们先让他先开到正上来 这样转一下 因为这个游戏的坦克就有一点不好 我不太喜欢 就是你让他如果让这样坦克这样 直接让他去这儿的话 他百分之百会把这个房子撞烂 他会直线开过去 他不会避开房子 啊 即使这个房子我等会要用 我要驻扎我的步兵 但是他不管 他直接就一路压过去了 就一路压过去了啊 我们这个坦克我们现在全部往 这个镇子里面开 呃 对我做一个我的习惯啊 就是所有坦克啊 啊 不要让他这个车掌 录在外面 对吧 我觉得这个这个就是除非你想死 不然我觉得坦克这艇机枪的这个 我觉得并不缺这艇机枪啊 他这艇机枪的车顶机枪的效用 我觉得还不如保一下这个车掌啊 别让他被步兵的步枪随便两枪就打死了 是吧 好我们坦克先进去 然后我们三班步兵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般这个有火箭筒和机枪的 我们进这个房 呃 因为这边的敌人攻势最猛 进这个房 完了以后 二班冲锋枪比较多 我们让他进这个 呃 这边的房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他进这个房啊 就是呃 如果德云从这边进攻的话 冲锋枪比较就进去 对吧 打这一块 主要是打这一块 啊 进这个房 然后我们三班的士兵就是这个 有一些步枪的 我们也让他进这边 就辅助这边的部队啊 从这儿对吧 也是呃 辅助辅助一下啊 啊 我是不是双击了啊 果然双击了 对我都双击一下吧 就让他跑步进去 好 然后我们这个阵子里面的也归我们指挥了 啊 首先这四个这个炮兵部队啊 啊 虽然这个武器不咋样 但是 进这个 啊 这个房子其实不好 你看这边没什么窗户啊 导致很容易会被敌人进攻破 所以我 建议他们可以去 在这个房子里面助手一下 啊 这边有两个窗户对吧 还是可以打一打 这边两个窗户 这边的话 因为这边全都是没有就一个窗户 不太好 呃 这边的话呢 主要是这里正面三个窗户 正好适合冲锋枪从这边设计 这个房子我们就先不用进了 让他们到这儿 这个房子 好 然后这几名士兵呢 就占据这个房子 掩护一下榴弹炮 就万一敌人从这边进攻啊 掩护榴弹炮 其他的不需要 然后所有的这个阵地啊 我们让他这个fortified position 啊 有他有些阵地是有两种fortified的 你看这种就是一种是普通的沙包 这种是他加个盖的 有个顶的啊 就是更好的这个 呃 防御更好 但是取射火力是不行啊 不能加顶啊 取射火力不能加顶 完了以后我们地狱猫 我们就让他先开到这个位置 啊 地狱猫是不能够使用这个沙袋的 不能够就是怎么说 呃 我怎么突然瞬移了 我的天啊 啊 这个76馒头 我们到这个位置 这个什么地狱猫是不能够坦克 其实你看也可以fortified 也可以加强就是用沙袋加固自己的位置 进入防御阵地 但是坦尖不行啊 地狱猫是不行的 他只能够就是用草遮起 把自己遮起来 你进去啊 对 你别露在外面 不想死就进去 我不缺你这挺迹象 好 这辆谢尔曼啊 我们到跟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到这个 呃 这边来啊 到这个大陆上来 呃 我们朝向朝向这边吧 朝向这边啊 达到朝向这个位置 啊不行我们先过来 别让他把房子装满了 我们先让他呃这样开过来 到这儿啊 啊这个谢尔曼的话 我们直接让他在这个位置啊 在大概在在在这个位置 我们避免我们避免我们避免从那边的炮弹 我们要他呆在这儿 也行 要不要进进房著 玧如果ATE的 这个阵地都铺好了啊 这边已经到了位置以后 进入位置以后我们直接让他这个45啊 他就说敌人要来了 就说要守住阵地直到卡尔我们中尉发布撤退命令 否则的话就是必须先把阵地守住 不能随便就是撤退 我们谢尔曼停在这个位置了 因为我们不能说提前跑 不能说直接撤退 不然敌人会直接追着我们屁股倒 然后这边是德军的指挥官 这个很有意思 他这个在加了一些敌方的语言 德军指挥官说前方这些美军怎么样 但是他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 怎么说呢 实际上是他不知道我们来了 所以你看他后面的下属报告 就说上次他侦查的时候 他们只有几门炮 他们只有几门炮和一些炮手 反正就是说步兵也不怎么样 没有什么正经步兵 他都是炮兵炮手 我们也是加固阵理 他说非常好 这样就是 我们甚至能够就是 把他们全部解决以后 还有时间回去吃晚饭 sopper 最后一个提醒就是 这个卡尔 我们这边说 没有一个人 没有他的命令 所有人都不能离开这个镇子 不能随便就跑了 对吧 重点就是让拖住德军 Cross就得过了 然后他们就不会在我们撤退的时候 对吧 打屁股 打我们的屁股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经历守住这个地方 敌人就来了 这时候这边有些小树步兵过来 然后正面正面来了一辆路合斯 这个2号侦察坦克 他直接正面 你看这个居民居然还在走路不跑 我的天 然后直接就是两发炮弹 就是这种结果 就是这种结果 你这样不就是这种结果 然后这边有一辆 让这个三号N过来了 三号N过来了 短管三号 这个没有什么 不需要什么威胁 你能打到吗 他好像打不到被房子挡住了 但是我们谢尔曼就够了 打短三的话 打三号N这种短管的 因为三号N是一个步兵坦克 支援步兵的是75毫米 短管的这种炮 他这个穿身很有限 他打不过谢尔曼的 他是一个步兵坦克 不是 但是你也别打他履带呀 虽然说他打不过对吧 你也别打他履带呀 地狱猫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不用帮 因为地狱猫一动的话 他伪装就会破掉 我要重新伪装 但是不需要 因为我觉得谢尔曼对付三号N就已经足够了 这个时候是这个 榴弹炮已经转怪了 一炮把这个火箭筒在这个窗户里面打了一下 半天再撤 这边应该是有步兵被 阵亡了 是这个冲锋枪兵 不知道是被火炮打中了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被机枪打中了 反正死了一个人 这边也要步兑被压制了 这边是压制量 你看这个表示基本上就是打 这个是被压制 这个就是基本上就被钉死的意思 类似于啊 就像类似于英雄连里面的那种感觉 直接这个 直接炸掉了 直接炸掉了 行的别打了 别打了 人家坦克都炸了 整个都已经烧起来了 你还打啥 对吧 他整个你看这个 这个坦克是迅爆 他整个 他整个已经烧起来了 一步一 什么 一些炮手 你说啊 这个人 那这些谢尔曼是咋回事 对吧 这些谢尔曼是咋回事 你说一些炮手 呃 不好意思啊 这个 海洋博士是指挥官吧 还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懂啊 这个 不知道啊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 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 这个 趁他们说话的机会 我们把这个所有坦克这个火炮 他这个不会自动归正啊 他火炮 呃 这点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要加一个设定 就是对吧 打完以后火炮自动回味 不然的话你总要手操 目前来说我们阵亡了一名士兵啊 一名冲锋枪 然后应该没有其他的损失 目前就阵亡了这一名士兵 OK 好了我啊 好吧 我知道 我我我认为我明白了 这个这是他们的真元 呃 什么就说 这是个非常不好的礼物啊 但是他们的真元啊 他知道是真元了 这个需要这个更多的这个援军啊 就让他们准备好他们的这个虎视啊 虽然他说有虎视 实际上虎视并不会来 因为还没准备好我们就溜了 他虽然这边提到虎视 我刚才还以为 哇操要打虎视了 这个什么碰一碰 对吧 你看这那不就是狂鹿了吗 你虽然只有 虽然把一辆谢尔曼换成了地狱猫 对吧 两辆短管的 一辆长管的 虽然不是mc3是mc2 加一辆地狱猫 我操这不就是狂鹿了吗 就碰一碰 我当时第一遍玩笑 我还想啊 当然还没有翻台火炮了 我想卧槽碰一碰 跟着虎视碰一碰 结果打到最后虎视也没来 打到最后也没来 获胜的界面看了一下 敌人只有几辆豹子 而且只到这个镇上 根本就没有追击 对面这个一辆这个3J来了 3J还是游我一下 3J它是长管炮 但是对吧 但是我先敌开火 然后我们这个AT也开炮了 它这边的话应该是没有设计 被房子挡住了 因为它主要是关注这边 然后我们的 这个还可以 坦克它会优先攻击这个高威胁目标 这点设计它可以 不像英雄连还要你手操什么优先打坦克之类的 它这个 它这个它优先会攻击那个坦克 这个车体被穿透了 但是 但是 没什么大事 没有人损失 对吧 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损失 当然这个血量掉了一点 这边啊 这边是榴弹炮打的 好啊 这边是关键了关键了 这个地方来了 对面来了两辆这个3J 对吧 这个这个谢尔曼可能会保不住 我建议我们 先打掉这辆4号 让侧翼没有威胁 然后把我们地獄帽调过来 如果可以的话 AT去打一打 打一打这边的坦克 漂亮 这直接第一炮就把这辆主炮损坏 行吧 主炮损坏的话 主炮损坏的话 我们得要修一下了 但是 这显然现在不是一个好修的时候 因为对面步兵都在这 没关系 我们 看看坦克要修的话 是按哪个键修 坦克有修的键吗 有修的操作吗 为什么没有修的操作 我们要一个 我们让我们的炮手 我们让我们的机箱 车顶机箱手 你出来修一下坦克 这个 我找一下他的这个 怎么修坦克来着 他怎么出来 我得让他出来 这还是有点麻烦 我要他把主炮修一修 如果现在汽车的话 有点 他只是主炮坏了 他是主炮 损坏吧 不是迪斯捉 主炮应该没有摧毁 他只是损坏 是吧 看一眼 他只是损坏 没有摧毁 不过我还是想修一修 能不能把这个人下来 把人下来 让他修一修 完了以后 这边的话 因为我提前准备 把他这个 现在还是 这个他还是开火 你怎么全下来了 你奶奶的 别全下来啊 你说什么 搞毛 我只想下一个人 救你吧 救你吧 你去拿一个 这张坦克还没事啊 没事 这张坦克已经炸掉了 你去打这个 4号 然后AT 你也去打这个4号 我们优先把这个4号打掉 OK 你有这个工具箱了 所以怎么修坦克呢 完了 不会操作了 坏起来 怎么怎么 这坦克是不是不用修是吧 应该是没有摧毁 所以不用修是吧 那我先上去 不管了 不管了 这边还在跟4号 4号对对对对炮呢 AT给点力 AT给点力 漂亮 这样手操的话 就4号打过了 如果不手操的话 AT不帮忙的话就不行 他现在是不用修是吗 他主炮是损坏了 但是好像 他能开炮吗 这辆4号被打掉了 漂亮 他他能开炮吗 我试试看啊 试一下啊 可以开炮可以开炮 那那不用 那没关系 可以开炮就没有关系啊 但是他坦克他是没有损坏 所以不能修是吧 我还真没搞清楚他怎么修 因为之前我就是之前上一次就是我自己玩的时候是这个呃 是这辆谢尔曼被直接打坏了炮塔炮塔损坏 但是人没死啊 就是炮塔坏了五个人都没死我直接让他汽车然后全部直接按那个撤退键就是逃离战场 直接还没撤出战场了 因为主因为炮塔 因为炮塔这个怎么说呃炮塔损坏了就就就就就那那要修的话可就太麻烦了 而且是在这个而且还是在战斗中啊就是对面四号还没还没还没打掉 所以我只让他汽车逃了然后让地狱猫去打的打掉那些四号 你不要打了你就回阵一下 那些步兵什么的不用你管 对吧哎呦你们这个能不能 敌人撤退的部队就不要管了 哎呦天呐 OK对面来了一辆这个三突SPG这个三突G 然后正面的话这边来了一辆这个四号G型啊 OK 这这这不得优先打这个 这边是不是没视野 这边好像是没视野 对这边是没视野 哇这边直接一炮就怼到房子上 哇这一炮干掉了打中了这个车体啊 把这个指挥官和这个呃就是那个车顶机枪手打掉了应该不叫机枪手吧 那个其实是那个呃怎么说无线电手呃但是没有损伤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打的对吧他炮手还在我们让at去打这个三突啊对吧 谢尔曼你扛一下伤害就行了呃这边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边应该挡得住啊这边他怎么能看到呢啊这边直接打掉了没问题啊这边三突啊三突被打掉了 只是谢尔曼这边阵网了两个人能不能拿拿这个炮手补啊对吧 虽然他不是这个驾驶员他他会不会的你你会不会开坦克 还行还行还行啊会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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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啊他这边有这个击穿率啊你这76你直接打就行啊 对于猫打这个不是水平啊也没事也 会开坦克吗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但是这步兵也会开坦克主要是其实也没多少事啊你看这个有炮手有装填手对吧你就一个 无限电手是用同轴机枪的没问题然后这个其实他也是拿同轴机枪的车顶的那个啊只不过呃啊差不多吧反正应该应该也会啊简单都会 这个应该是会的啊也不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啊不是开不是驾驶员或者说炮手这种可能比较专业的事啊 哎他咋不不走了停在这了等一下等一下哎火箭头 马个蛋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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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你你你你这个这个时候这个机枪手得出来了对吧这个呃车顶机枪手得出来了对吧 因为这个反正是炮手啊死了不可惜 差点地狱旁你差点把咱们谢尔曼打了 那边敌人怎么啊不敢过来啊直接被断掉了 这边是哦这边没有窗户啊 那这两个人还得还还得先出来一下 去去去隔壁去那边吧 ok然后然后然后德军现在撤退了然后他认为这个呃 是怎么说 啊对吧他不认为就是说 他认为德军可能没有想到我们这边有坦克啊所以他撤退了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撤退对吧然后这个所有人啊准备要撤退撤撤过河了啊然后就是发布了命令再撤order 然后你这个炮你你你转向这个位置 等一下我们要拖把炮拖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步兵撤出来啊 步兵撤出来等一会在步兵这边还没清干净 稍等一下 机枪的话应该是拖拽不了了机枪的话就直接丢了就行了 OK准备要撤退了呃 人都出来人都出来 然后这个步轮代药车啊 这个地狱猫的陈陈鱼啊他说这个因为他速度很快所以让他电后啊其他其他部队就准备走 这样对吧他去拖这个炮这个炮转向这个位置这样的话才能拖住 然后这个卡车去拖这个炮完了以后 这些坦克都到处把从阵地倒出来 然后这些步兵上地狱猫 OK啊步兵上坦克 步兵全部上上坦克 啊那边坐满了坐满了没事坐满了就 哎地狱猫可以坐几个人 哦坐满了是吧那 还能上人吗 坏了坏了好像 好像不咋够啊这个这个位置不够了 那你把人先下来吧 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几个步兵啊把地狱猫除外 我们这边编个四对吧就是步兵啊地狱猫除外步兵的话我们先让他们先走啊先走 我们让步兵直接直接往这边赶没有办法我们 我们位置不够位置不够了 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就是 部队伤亡太少了导致位置不够了 这样我们这个 这个 谢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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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尔曼直接往这个十字路口赶啊这个谢尔曼也是一样 直接往十字路口赶 然后这两辆拉了这个炮的这个车我们往稍微厚一点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地狱猫到处来 然后我们地狱猫到处来 我们地狱猫到处来 我们地狱猫到处来 德军的部队已经到就位了啊 你看他直接从这个房子穿过去了 德军还有这个Panzerwerfer 有这个 你搞毛 有这个Panzerwerfer 这边是德军想把AT拖到阵地 但是结果被我抽退的部队截住了 正好被我抽退的部队截住了 他这个AT还没来及布置 因为对吧 我跑得太快了 这个剧情他们说 他想法是好 但是问题是我跑得太快了 问题是我跑得太快了 这个时候坦克就让他们 把这个 怎么说 把人全部出来 因为等会我们要打架 OK 看见后面的扑马已经过来了 不是你这个 你怎么打扑马一炮还能打偏啊 是了 你怎么打扑马还能打偏啊 然后这个时候 把把把谢尔曼全部集中过来 敌人在那边会有有防御啊 当然我是知道玩过 但是正常情况也是一样啊 就正常就没玩过 也是要要小心这个 因为这边很可能是有防御的 我们的七六馒头 大头啊 下面你看已经看到了 有AT部署在这个地方 你看 OK 这个时候所有人下了 我们部队直接进攻啊 又是这个bug 也不叫bug吧 有这个bug 就他们每次都会往 你别动了 就会往回头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吧 就是他会往回头走 就很奇怪 第二板在这边 二板在这边的话 向这边进攻 三板呢 三板向这边进攻 你进攻呀 我让你往前进攻 你 你怎么回事 不是 我不是让你往前方进攻吗 卧槽 他这边AT 哎哟 我这步兵怎么回事 我让他妈 我本来我的意思就是 步兵往前面进攻 把人家AT打掉 哎哟 结果我他妈的 我现在 我现在他们坦克在挨打 你 我服了 对吧 这是A 啊 不是呀 坏了 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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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受不了 这个弱智设定 你们 你们直接往前进攻吧 哎哟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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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不懂 但是我只将他们进攻 哎呀 那么我真的受不了了 他太弱智了 这真的太弱智了 这个这个这个设定 你别动了 你也别动了 你也别动了 上车 又死了一个 这边死了一个 上车 他要出动 他要出动real tank了 真正的坦克了 没关系 你就开real tank吧 哎 等一下 你你开吧 你real tank赶紧吧 我们的人全撤 他直接倒过来 倒车 倒车倒过去 剩下所有车辆就直接正面走过去 行 哎 不是你 哎 咱们能不能集中在一起 你不要摆你的什么屁阵型了 好不好 好 哎哟 救命 服了 他这个操作 我是真的服了 OK 全部撤退 过了 敌人 你看 就全部在这里等着 完全完全不过了 哎呦 他这个 怎么说 他这个测试板 还是有很多毛病 包括最后 你看 我那步兵 A B面 A过去 他就直接站在那儿 不动了 我不给 我搞不懂 然后就现在就是那个卡尔在那里吹啊 吹这个德军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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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精英的 反正就是什么 又摧毁了很多 很多英军的 是威特曼吗 好像不是 不知道 你看他就几辆豹子 虎视呢 你的tiger呢 我只看到豹子呀 熊啊 你tiger在哪里 panzer warfare都是有了 你你tiger呢 你不是说 relly有tiger吗 你的relly 你的tiger吗 tiger呢 tiger在哪 tiger你根本不在这儿 都是豹子 然后但是图标反正很奇怪 行吗 就这样就打完了 最后意思就是说 反正说那个德国那个 那个指挥官嘛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坦克车账 然后 然后 这是谁呀 这反正是他战斗群 这个 德军的这个火箭弹 弹幕啊 就是 打怪的时候 这个我们这个羊的 羊中尉的这个机器化部队和 这个剩下这个炮兵连的部队 就已经逃离了 这个村庄 这个德军这个战斗群的先锋 先锋部队被击败了 然后他主力过来的话 就 就打不过 所以卡尔就撤了 就跟他那些人撤了 然后我们这个战斗工兵的 这个Horlson 就觉得卡尔这个胆 太胆小了 就还没打就跑了 对吧 反正还是不和嘛 两个人 卡尔就说你这个 什么 从一开始就一直逼逼 对吧 我下命令就一直跟我对着干 要向上级汇报啊 你这个对吧 有问题 你这个人有问题 不执行命令 OK就这样吧 那 就要打完了 这期就这样吧 当然我也没有玩过 多人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刚刚玩了个单人 就录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这个测试有多久 感觉可能我没什么时间玩了 没时间玩太多 所以就先录一个视频 就先这样吧 也录了挺久了 后半段其实大家也听得出来 我的嗓子已经很累了 我不想说话了 行吧 那这期就先到这了 感谢大家关注视频 我是林七 我们下期再见